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分享生活中的趣事 让整个访问都充满了笑声 加上他们两夫妻跟黄子小比较熟 所以面对镜头十分放得开 修杰凯在节目上透露 有一次 加静雯收到韩剧《贵怪男主角孔楼》的台力 表现非常兴奋 让修先生当场打翻促谈 修杰凯锁 有一天 我们家里突然收到孔楼的台力 贾静雯看到 逼见到我的芯片上映还开心 还对着孔楼高呼老公 然后将台力放到了一个显眼的地方 贾静雯文此举 气得修杰凯马上联系公司的人说 我要拍摄一组照片 就跟孔楼这个一模一样的 表现很幼稚 但又超级可爱 贾静雯嫁给修杰凯之后一共生了两个女儿 加上贾静雯与前夫所生的不同妹 家里一共有三个孩子 贾静雯说 为了带好孩子 修杰凯真的很用心 是一个尽职的好爸爸 贾静雯形文形容 平时修杰凯在外的形象超man 不笑的时候都走硬汉路线 但在家里面对女儿时就超级浮夸 懂不懂会用高八度声音说 这什么东西啊 吸引两个女儿的注意 贾静雯甚至开玩笑说 有机会的话 他会拍下老公这一面 与网友一同分享 做直播节目期间 有网友问修杰凯会不会帮两个女儿洗澡 修杰凯立即露出一个为难的表情 摇头表示 我会帮她们洗 但不会一起洗 因为大家都很害羞 贾静雯补充说 有一次 修杰凯洗完澡 他带着二女儿步步进去的时候 步步一直好奇地盯着爸爸一直看 让修杰凯感到很崩溃 导致他觉得两妇女不能一起洗澡 现在,随着孩子长大,修杰凯反而有点想念步步的婴儿时期 因为他现在两岁多遍也很会讲话 平时跟他沟通的时候,长辈都觉得他已经四五岁了 像晚上快要睡觉的时候,我们就偷偷拿手机出来 稍微看一下,他看到就会说,爸爸,你在看手机吗? 要睡觉了,不要再看手机了,眼睛会坏掉 然后就让我们把手机拿开 修杰凯说 原来,这些话都是贾静文平时对大女儿吴童妹说的 步步在旁边悄悄吸收了 以前,修杰凯接受不了步步长大谈恋爱 甚至放话说,什么? 这个世界上没有男朋友这种东西,那是什么? 但现在他就觉得可以接受 也说步步可以像妈妈那样,找一个比他小九岁的另一半 修杰凯觉得年龄并不是问题 但他严格要求女儿必须在二十岁之后才能交朋友 还不是男朋友,是朋友 听到老公这种惊人之语 嘉静文也露出了不可思议的表情 还能做什么呢? 唯有默默祝福步步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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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